荒榜撞天岛 跺脚镇九州 八级拳是一种刚猛凶狠的传统武术 同时它也是保护政要的大内武术 比如一代宗师神枪李淑文的徒弟 霍电阁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保镖 那么八级拳究竟是如何保护重要人物的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 首先是八级拳在打法上无所不用其极 这八级拳举手投足 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叫极呢 就是一个是极限的极 一个是极速的极 举手投足之间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没有客气了 惊慌狠毒 爆满神极 其次是八级拳在防身护卫方面确实有毒特性 在八级拳里面人叫贴山靠的动作 贴山靠是八级拳基本功 用身体肩背或胸口靠打对方 这人进来的时候他手要先架上来 马上挡在我前面了 挡在前面以后安全了 都安全转过去了 所以看他有攻击性的时候 这就上来了 这就是八级拳挨帮挤靠的打法 穿到这个地方 那脚会捆住他的脚 靠进来 这个进来 他这边脚捆住了 又往下来蹲 他脚这边膝盖肯定要断掉 这里用到的技法是八级拳的揉腿 用小腿去挤压控制对方小腿 确实可以造成重击 用掌劈砍颈部 这是打心窝 可以直接擒拿手臂 如果对方有武器又该怎样用八级拳 因为他第一个人挂了 就扑下去了 这是八级拳的挂的 发力刚猛直接摔倒 也可以披打手臂再用贴山靠 如此看来 八级拳确实适合贴身防护